玉虎把苏联死前手中的珠花交给皇上 皇上看出这是年前七夕送给纯贵妃的 玉虎称自己没有找到其他的证据 皇上知道仅凭一只珠花并不能听罪 玉虎告诉她 纯贵妃正忙着置办皇后桑仪 家妃在她身边相助 皇后的桑仪十分隆重 皇上将其坠封为孝贤皇后 纯贵妃忙于打点宫中事务 对太后提起自己的勇章近期十分稳重 太后听了 让永皇与永章分担长势 也可加以历练 太后还提起孝贤皇后临终前 曾举线纯贵妃为季后 纯贵妃只称传言可能有误 自己不配为季后 如意宫中海兰看出了纯贵妃 处处讨好笼络 家妃也常常巴结 提醒如意要加以提防 家妃听说老王爷病重 恐怕活不到夏天 老王爷病逝 世子便可继承王位 宫女提醒家妃 如今后卫空拳 让家妃也要为自己打算 目前家妃的敌人 只剩如意和纯贵妃 家妃认为如意无子 只是仅人宫之后 不知一提 纯贵妃胜在有三个儿子 而自己就要让这个 成为纯贵妃的致命弱点 大哥的福晋 为他准备了参汤 大哥称 自己要赶回皇娘的临前守着 福晋说 大哥总是到如意宫中 让他也要顾及纯贵妃的面子 大哥表示 纯贵妃有自己的儿子 还让福晋少与纯贵妃走动 这一切都被如意在外边偶然听到 如意感慨 自己曾真心疼过大阿哥 如今 他却变成了这个样子 燕婉亲自为纯贵妃揉腿 众嫔妃也纷纷在身旁巴结 如意见义欢 还在服用皇上赏赐的做太药 提醒他 是要三分毒 能不喝就不喝了 义欢称 皇上对自己好 自己不能不喝 海兰听到三阿哥 去往太医院去取金银花 便随后带着吴阿哥 也去往太医院 路上遇到三阿哥 海兰把吴阿哥带到一旁 嘱咐吴阿哥 在先皇后子宫奉仪的日子 千万不能哭 因为当天 所有的皇子都会痛哭流涕 若是他能保持清醒 皇上必会对他另眼相待 三阿哥将这一切听在耳中 回去告诉纯贵妃 纯贵妃得知 海兰已经动了歪心思 让三阿哥学着海兰的教导 冷静持重 海兰带着吴阿哥来见皇上 皇上写下了 树碑赋悼念先皇后 感慨自己 在皇后生前 没有好好对她 吴阿哥为皇上准备了参汤 还提起了大阿哥 曾说起 名神宗宠爱郑贵妃 所生的第三子 朱长荀 不喜欢长子朱长洛 皇上听出了大阿哥 自比不得宠的朱长洛 海兰提起 宫中人人都说 纯贵妃即将被封为祭后 皇上对纯贵妃的忌惮 更加深了一分 皇上询问玉湖 大阿哥和三阿哥 和丧礼的众位大臣 相处如何 玉湖称 二人都十分谦和有礼 皇上怀疑 皇上得知 宫中的人瞧不起 如意膝下无子 处处巴结纯贵妃 皇上安慰如意 皇上感慨 如意心胸宽广 大阿哥来祭奠圣母时 看见家妃正在祭奠 家妃称 曾经毒害哲敏皇贵妃的人 已经随他来到地下 大阿哥听了 质问家妃 所指何人 家妃告诉大阿哥 他的恶娘婚事 乃是孝贤皇后所为 还提醒大阿哥 要不露声色 小心谨慎